現在我們在寫層次囉 那剛剛我們把這個模擬器的硬體的部分放大了嘛 那你可以先稍微把它縮小一下 那你要怎麼移動它 你不要一個一個這樣去移 我們待會希望大家把這個模擬器放在左上角這個位置 但是你不用一個一個移喔 這樣有點累啊 你就在空白的地方按滑鼠的左邊就好了 有沒有一起移動 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的左邊 就可以一起整塊一起移動 那你用滾輪把它收到適當大小 這樣可以 那好了之後我就把這個模擬器 右上角這個放到最大我就把它收起來 右上角這個我把它收起來 這樣有沒有剛好就放在我的右手邊 這樣我們才有空間來寫層次在這裡 所以你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這裡再把它縮小一下 這樣就回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左手邊 因為 Blockly其實是Google的開源的這種移目式的程式 所以Webdino只是借用它 借用它來做為它的工具 那麼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基本功能就從這邊到這裡 這個就是Blockly本身 Google開源的部分 那下面進階功能以下的就是Webdino自己的 好它自己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看左手邊這裡有沒有叫開發板 我們把剛剛各位手上拿到Smart 或者Sply 馬克一號 那叫開發板 你點到這裡面 在它左手邊這裡 這些東西 等同就是一個目錄 所以你點到跟開發板有相關的通通放在開發板裡面 跟我們NOT跟相關的都在這個裡面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好 你把這個當作是一個目錄 當作一個目錄 現在呢 我點到開發板 滑鼠移到這邊來 拖曳一下 有沒有就拿出來了 集目就拿出來了 如果你有學過那個 Google不是有一個叫APP Invector嗎 文證有沒有用過 APP Invector 設計那個APP的 它就類似像這樣 就是集目式的 丟出來 好 那你丟出來之後啊 點到它 我們現在的集目 你用的是哪一個 那個開發板 是不是Smart 所以要先設對 你先選擇Smart 第二個 我們現在只是透過模擬器喔 不是用透過Wi-Fi 所以我先選模擬器 那麼後面這裡呢 你會看到就是說 它有一個 是不是1234 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模擬的 所以你這個名稱 你要給它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以後完真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 你那一台設備的唯一ID 就跟我們上網一樣 是要取得一個IP位置 那個位置能不能跟你 跟別人一樣 不行嗎 你的行動電話應該沒有跟別人一樣的吧 不然 不然 人家打來的時候 到底是你要接還是他要接 對不對 所以它會有一個獨立的 但因為我們現在有模擬器 那這個就沒關係 好 第二個 我們剛剛是還有準備了一顆LED燈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啊 就跟各位電腦開機一樣 各位請問 你們平常電腦開機的時候 是直接就信Windows嗎 應該沒有 是不是先有一個黑色畫面 白色的字 它在做什麼 檢查你的主機板 記憶體CPU 那些是不是可以正常運作 顯示卡 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你寫程式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了 你現在有一個硬體 我要先知道你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我不可能說 All in one嘛 把所有東西都 你沒有用到我也叫進來 這樣是不是浪費 各位不要忘記了 它那麼小一個 它如果把全部的東西載進來 是不是很浪費記憶體 所以它要輕輕計較一下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找到 LED燈你看 跟LED燈相關的 通通都在這個 LED燈的目錄裡面 那你會發現呢 不管哪一個 只要是原件的 它都第一個 就是設定的腳位 因為你要跟它講 你剛剛是插在第幾個啊 你總不好意思 每次都叫它用拆的吧 對不對 自動偵測是不是要花時間 你就告訴它就好了 它就直接用啊 所以我就先把第一個積木 拉出來囉 我們剛剛是不是接在靈母 對不對 我就把它放下去 好 這樣是硬體 那請問你 麵包板有沒有需要 不好意思 麵包板 你自己撕接的 所以 沒有 沒有人在告訴你 需要有沒有用麵包板 不用 所以我們就是現在一個開發板 一個什麼 LED燈 這兩個 這樣是硬體 已經告訴它了 我用了這個板子 然後呢 用了這個LED燈 那接著你要控制它 就可以從這裡 一樣是LED燈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開 按 或者是這裡有閃爍 對不對 我用閃爍 好不好 用這個 就把它拉出來 接在它裡面 你接在它裡面 就表示 我這個是在板子裡面去控制的 這樣清楚了嗎 好 你就把它放進來 你要閃爍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改 這樣層次就寫好的 因為Webdino 其實它產生的就是Java Sweeper 所以你看一下它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Java Sweeper 上面這邊 那你了解 你透過積木去產生那些程式 這樣子 好 那寫完了要怎麼執行 來看一下右上角 你應該知道 YouTube要播放的時候 用哪一顆吧 就按下去就好啦 請問你的燈有沒有亮了 這樣有感覺了嗎 可以齁 所以就像這樣子就可以啦 那你應該知道 這種的 我開兒童班 小朋友都一定可以學的會嘛 你們怎麼可以學不會呢 對不對 真的啊 我跟你講 我寒暑假都有開兒童班 兒童班現在教這個呢 雖然你已經畢業了 現在才學 總是有個開始嘛 他們小說就學 所以跟你們有一定的差距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好